梨園百花盛放 品味月韻飄香 大家好 欢迎收看梨圆飄香精篇版 我是红彪 我们节目之前一年多集 介绍了粤剧舞台上的情侣档 而这一期我们讲一对 因为粤剧而结缘成为真正情侣 他们就是李慧聪和盧月灵 在我们节目中 他们真情否白了 当初踏上粤剧舞台的种种辛酸 至于个宗的情景是怎样的呢 我们先卖个关子 观众朋友自己看片找答案了 我们之前采访过很多八龄后的小文武生 他们很多中二月期入了这一行 都是因为他们爸爸妈妈中二 或者爸爸妈妈本来就是这一行 但聪仔很特别 他爸爸妈妈根本上就不听月期 不知道月期是什么来的 由于我三兄弟比较调皮 其实我爸妈心里 一直都想希望可以送一个出去 不用在家太狡猾 很烦 多数我爸妈工作压力都很大 所以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刚好我舅父就给了电话我爸妈 说有这样的机会 我记得当时我爸妈跟我说 我送你去湛江读书好不好啊 我当时小时候 又没出过去湛江那些大城市 抱着一种很好奇的心 去大城市读书啊 哎呀好啊好啊 我记得我当时 为什么这么渴望去去湛江读书呢 读什么书自己是不知道的 就是没有问啊 比如我当时我读四年级 我记得当时是放假的 放老师节 老师节放假 我还有很多作业没做的 我贪玩 很多作业没做 我爸妈说 送我去读书啊好啊 不用做作业了 都不知道多高兴 后来接触了 原来知道其实在这里读书是很辛苦的 后来真是最害怕了 因为练功的确实是很辛苦 当时我们也请了很多旌旗老师 在这里教学的 所以旌旗老师是比较严的 旌旗老师那时候 有些旧器班教课的传统 有没有打的 会的 你有没有被打过 打过啊 是的 藤条这么粗啊 大概是两个手指那样 这么大条藤条 经常都打的 撒到之后呢 整个脚 瘀了 整条痕这样的 真的会肿的 会的 我甚至有些同学被我打到 甚至蹲下都蹲不到 哎呀 那好像有点过分火 很严的 但你会不会怨恨老师呢 怨恨呢 当时是会的 会的 很不喜欢上那个课 很怕 嗯 一听到上这些课 我们就会害怕 甚至有些就会想起 假扮肚痛 假扮哪里不舒服啊 哎呀老师我又急尿啊 整天都是找藉口来逃避的 嗯 对于一个十岁的小孩来说 我觉得是有点残酷的 从外人来看 可能会觉得是很残酷的 嗯 但是呢 这模仪艺术 他如果想陪一个人成才 必须要经过 经过千叙百年 很艰苦的 训练 嗯嗯 到了十二歲的時候 劇團就開始了實踐的演出 阿聰講那段時間的他 是幾緊張 但是又覺得很新鮮 他在我打著燈泡的時候 心情緊張那種程度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總之呢 平時已經排得很熟了 已經爛熟到不得了 怎麼知道開場那天 準備開場了 準備到我出場了 我來唱一句手掌 首先有手掌鑼鼓 然後有手掌的嘴 誰知道人家打手掌鑼鼓 我已經打了出來 我已經出場了 應該是唱完手掌我就出場了 一手掌我就出場了 後來又回來了又出了一次 緊張到這樣 那會不會被人罵的 觀眾應該會體諒的 因為那次是第一次登台的 也是當時第一次接觸觀眾 因為在陪伴班那時候 辛苦了那麼久 不知道辛苦的目的是什麼 為什麼要這麼辛苦呢 第一次當我面對觀眾的時候 出場之後 甚至拿到掌聲那時候 自己就會覺得 啊 開心 原來我辛苦 就是為意為掌聲 得到大家的肯定 這是最初期比較幼稚的想法 文化課怎麼辦呢 最初文化課是有堅持上的 直到我們排練之後 排長期之後就沒有了 其實這件事你現在會不會覺得很遺憾 應該還是多學習知識 非常之遺憾 因為特別在我們十歲 最應該去學習知識 吸收知識養分的事情 沒錯 沒錯 在東馬丹 首先就要吃得苦 盧月齡雖然是女生 但是每天的排練 她從不馬虎 深暗吃得苦中苦 封為人上人 這個道理的她 在每一次踢腿 每一次撒槍 都凝聚了 她為提高技術 而努力的精神 和汗水 其實我的生活都很簡單 就是真的 每一天 除了練功場 就是宿舍 每一天 如果真的有戲要演 我一般真的一天三班 去練 因為練功場 通常我們作為演員 先是要鬆開一切線 之後一定要走完場 為甚麼呢 一個演員的腳底 是很重要的 未活動開 做動作 就不太放得開 所以我們通常 一個習慣 就是先走完場 走十幾二十分鐘 之後再接